大家好,冬天正是吃大白菜的季节 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 很多人在炒白菜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炒 难怪炒出来出水又不好吃,口感也不脆 看似简单的炒白菜,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小技巧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去菜市场捡来了一颗别人不要的白菜 拿回来洗洗还能吃 先用刀在白菜的尾部给它切上一刀 这样就很容易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给它扒下来了 很多人在家吃白菜是不是都不清洗 觉得非常的干净,其事不然 白菜里面也是非常的脏 需要一片一片的给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放心 白菜洗干净之后,把白菜叶子全部叠放在一起 从中间对半切开 把白菜叶子和白菜帮分开切 先把白菜帮给它切成滚刀块的形状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切成长条 或者其他形状都可以 全部都切好之后,把白菜帮放入碗中 用食盐来给它腌制一下 用盐腌制过的白菜帮 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 吃起来依然是清脆的 然后再把白菜叶子随便切上几刀 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再来切点小料 提前调一个料汁 这样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空碗中放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58粒黄色鸡精 一勺白色食盐 用我家的铁勺给它搅匀备用 10分钟之后 白菜帮也已经腌好了 可以看一下 白菜帮特别的软 把它放入清水中 清洗两遍 洗去白菜帮里面多余的盐分 然后用我的手 用力攥干里面的水分 放一边备用 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放入一勺油渣 这样吃起来非常的香哦 也可以放入一大勺的猪油 放入切好的小料 葱蒜爆香 喜欢吃干辣椒的可以多放一点 接着放入白菜帮 开大火爆炒 炒两分钟 把白菜帮炒至八分熟 然后再放白菜叶子 大火翻炒一分钟 炒白菜的重点你一定要记住 白菜在没有炒熟之前 千万不要往里面加入任何调料 不然炒出来的白菜 不然炒出来的白菜特别容易出水 口感也不好 像我这样炒出来的白菜 一点都不出水 颜色还非常的鲜亮 最后把我们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入味 出锅前淋入水淀粉勾芡 翻炒5678下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白菜 吃起来的口感鲜香入味 非常的好吃下饭 咬上一口鲜嫩多汁 爽脆还入味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